欢迎来到每日模组合成器第269天 快要270了 快要300了 那今天的内容是一个昨天的新闻 就是Surge XT这个非常有名的软体 那Plugin的合成器呢它进入到VCV Rack里面 而且是免费的 那Surge XT呢你先介绍一下 那最近好像又有一个更新吧 总之呢它的概念就是你可以自己写你的module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去组合你需要的 需要的任何的这个 这个等于是器官呢 可以组合出一台自己的合成器 用这个Surge XT的概念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有一点封闭的模组合成器的概念 那这次呢它进入了VCV里面 以后呢让它变得终于没有这么封闭 OK那如果我们打开这个VCV Rack的Library OpenBrowse VCV Library 它已经可以在这个Library里面 因为它是最近更新的 所以第一页刚进去Library就可以看到 噢噢这个是Surge 这是进入VCV Rack里面的module 那我并没有全部的都下载 我下载了这一些 当然它全部都是免费的 那我想说来介绍一下我的选择 首先呢就是讲到合成器 大家一定会选的Filter 好那这个Filter呢 它的模式非常的多 我们点上这个Title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Lowpass 有很多的Lader啊 K35啊 这个Oberhand啊 有很多的Lowpass Bandpass Hypass Notch Multi 还有一个Effect 还有效果类型的 好 那面板方面呢 它除了灰色以外呢 还有这个Dark啊 Light啊 不同的颜色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Global Style勾起来的话 改一个面板 其他的module就也会一起改 那这个Color还有这个Display 什么很多都可以调 好像这个你可以 太多了吧 太多了吧 Modulation Power Buttons 这些很多东西可以调 它内建应该是橘色 我刚刚把它调成绿色的 好那除了Filter以外呢 当然就是这个Osslator Osslator我下载了Wavetable 两个Wavetable 一个是有Window的 一个是没有Window的 那Window它其实是像是 限定的区块 让它有一些 在区块内对着对着 很像是Sync的概念 一个折叠波形的做法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Wavetable呢 一样它这里有非常多的Table 然后呢这个Morph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Table的位置 这样子 好一样有这个Osslator Unison 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看到波形 你可以看到3D 然后有Saturation 有这个Fullman 其实很像是这个Pose Width 那另外有两个 这个很像是上下的平衡跟 左右的播放速度的这种感觉 好非常的聪明简单 好用的一个Osslator 好那Stream VCO呢 它是一个就是 灯灯灯那种声音的Osslator 就是比较像是波弦 它并不是弦乐 它比较像是波弦吉他 Bass那种声音 那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人 可能知道这叫Couple Strong 这个Synthesis 那再来Twisted VCO 那这里 这里上面介绍写很可爱 Search Twisted Oscillator Based on a Famous Eurorack Model 基于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Eurorack的模组 那其实就是Muteable的Plates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点担心这个Audible Instrument 在VCV Rack上面不是很稳定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一颗 因为你把它打开啊 然后在Wavephone这边点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熟悉的Plates的所有的模式 都在这边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这个 开得到 那一样是可以看得到 它的名声的非常好 容易选择 除此之外呢 我还载了一些效果 比方说这个改变波形的Wave Shaper Wave Shaper跟Filter算是一体两面 就是一个是用利用去除泛音来改变波形 一个是利用增加泛音来改变波形 或者是相反 利用改变波形来增加泛音 随便要怎么讲 另外的效果器呢就是Revert Exciter Delay 跟Spring Revert 那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就是这些效果器 它都是Stereo进出的 因为有一些 尤其是Spring Revert这种效果器 大家在VCV Rack里面 它做的比较偏向类比倾向 所以它有时候会只有一个in 然后一个出 或者是一个in两个出 这样子 明明就是数位的 你干嘛不就不做两个在里面就好了 对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Surge 它是进两个出的 我就觉得用起来应该是蛮方便 好 所以我就把它包含到我的这个收藏里面 好 所以下一则这个每日模组呢 就会主要使用这边全部的module 就我选出来的module 来做一段 做一个系统看看 有没有可能再增加其他的Surge的模组 当然有可能 如果用起来觉得它很可靠 而且这个介面是好用的话 可能就会再考虑去研究更多的内容 那像你看它这个旋钮旁边都有光啊 这个 就是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filter都有图形啊 虽然这个图形不会拉了 觉得蛮好的 蛮好的 所以非常的期待 接下来我要实际去使用这个Surge的module的系列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 每日模组合成器 大家赶快去载一下Surge的 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明镜与点点栏目